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是王的替死鬼 一位是有钱人的替死鬼 两个替死鬼被绑在一起 丢入地狱中寻找看不到希望的未来 在钱有埋伏 中有握顶 后有倭寇的追捕下 悲惨的命运造化 在夹缝中求生的两人 会插出什么可歌可泣的故事呢 故事简介 人成倭寇之乱 宣主为了躲避倭寇的侵害 将年少时的光海军 撤封为王侍子 代理军队长为了保护侍子 成为一个能体恤民情善待百姓 一代贤军的故事 诶 听起来很复杂是吧 如果观众跟小编我一样不太懂韩国历史的话 应该很难消化刚刚小编所说的内容吧 简单的说出是400年前 日本人打韩国人的故事 日本功臣秀吉派了20万的大军 要侵略朝鲜 朝中的大臣都怕死 朝鲜的王也是为了要逃命 就选择了他最不喜欢的一个孩子 叫他来当接班人 把朝廷交给他 就是要让日本军去找他 自己却躲在安全的地方 然后派简单的护卫兵与代理军保护他 要他去求明朝出兵救援 事实上他就是个诱饵 这些人也明白跟着光海军是九死一生 于是死的死 逃的逃 就像是落魄难堪的流亡政府 前途一片黑暗 那光海军是怎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没出过社会的小屁孩 胆小怕事又懦弱 都被追杀了还在坐轿子 逃亡中还要宫女服饰插澡洗脚 这样的人就算是顺利保护他当上王 国家靠这样的家伙也没希望 但代理军的队长突允不放弃希望 不但用性命去保护他 而且在旅途中不断的给予光海军机会教育 活着他成长 然而光海军在逃亡的旅途中 经历了人间的疾苦 砍尽了战火的无情 明白这个国家欠人民太多了 逐渐立志成长 发愿要成为一个能够守护百姓的贤军 而值得一提的是图语这个角色 虽然是草民为了生活只好代替别人当兵 但他也是忧心韩国未来的人民之一 剧中的同伴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的保护是 反正国家都要灭亡了 为什么不离开就好 但队长的想法是 现在无能的军王当道 日子虽然很不好过 但如果战败了 被日本人侵略 那更看不到未来 就算面临最糟糕的局势 能够处理改变未来 即使只有渺茫的希望 也不要放弃去争取自己的未来 他也不断的告诉世子 置之实力而后生的道理 如果没有退路的话 那么就只能提起勇气 面对前方的问题了 李政宰演活了刚毅正职的代理军队长 而李政宰从死避害 到愿意扛起国家重担的心境转折 于一开始欠打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 也可以用潘若两人 来形容他私事入扣的演技变化 最后观众也会把希望投射到他身上 两人的关系也是从一开始的主题阶级关系 到最后的患难之情 生死之交 人物层次丰富精彩 两位演员都演的很棒啊 那这不算是中规中矩的历史题材 没有幽默的笑点或是耍帅的战争场面 严肃的故事 惨重的氛围 全局的焦点就是在王子的养成计划 巨星迷异地交代他的情绪转折 故事叫单一不多元 比较适合幽默幽民的观众去看 是可以让人省事的一部历史电影 剧中有很多桥段对现实的社会也有所呼应 剧本对于社会的批判也很有行外质疑 外敌入侵之际 国家遭到战火摧残 人民水深火热 但身为一个王 不但不会带领军队去抵御外敌 就只会躲起来 还把儿子丢出去当儿 像这样不懂民间疾苦的领导人 不管是在哪一个朝代 还是早点下台吧 咳咳 好了 最后非常推荐给 对韩国历史题材有兴趣的朋友 去看 对于君主养成题材有兴趣的朋友们 去看 喜欢李正宰欧巴的朋友们 一定要去看 总之这部电影就是 不懂苦民所苦 那就有可能变成全民皆苦 命运就算发给你一手烂牌 但你也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 与其心仁放弃 不如在绝望中寻找机会 才会有逆转胜的希望 身为上位者若不是从基层做起 很多问题与辛苦是看不到的 贤民的君王应该是要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帮助人民排忧解难 才能让百姓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 我是好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觉得影片不错 可以给我们一个鼓励 如果想来哈拉更多电影 也欢迎留言讨论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还有一个人 所以待到 我们下来被撞到 保命之后 你是侮达了吧 他就要全部的 Wخ 扔右 曹